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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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甘劫 与人心中 变出惊喜 叛生是往昔 多爱乐 与世情终 要求惊喜 始成无心 始终无忆 与无忆中 仙仙即兴 今生怜悯 高风凉剑 能如此 世事深夺 神经言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刺激 世情能 与个情境已究竟 终于天职 世情能 终归书生回秘密人 终于到场 世情能 今生的游戏 终多发展 终于众生 世情的慈悲 吸射 共加发传 终于祖师 世情的精神 用随道 传电香 天心我心 共生你心 你带到稳枪 石火 lihat fic尊 大是天講 董寺师 dolphins 15分 兎шего 残 一滴身道路 赤鸿站 一滴身妙灯 抹发 众生不二 得失明 如空明 知举功 精髓 使耳后依 一永 承担 得精神 如凡身 知经 中日月 机关 长红 尽微 已患 得 哲学 如空 知高 少 同 归 打 同 世界 神 神 珍贵 得 天 识 如从 得 知 白 得 修 识 道 传 旧 舟 是以修士兵士 忠义今生 忠胆 感洁 与人庆祝 彼祖记忆 叹成失望期快乐 与世庆祝 要求记忆 始终习 始终如意 与目归宙 却却记忆 今生怜悯高峰凉前 但如此 世事生活 神经愿余 契约音乐 终于自己 世仅呢? 一个心情已囚禁 终于天职 世青南主位书生 回命迷人终于到场 世青南竟然有趣 放过发展终于众生 世青南慈悲 欺奢供家发传终于祖师 世青南精神 用隧道传殿下 天心我心 共生一心 一带龙道 尝试和写 一帝神道 红尺梦战 一枕飘干 魔法 天心我心 共生一心 一带龙道 尝试和写 一帝神道 无知空战 一枕飘干 魔法 天心我心 共生一心 一带龙道 尝试和写 一帝神道 红尽梦战 一带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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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 天心我心 共生一心 一带龙道 尝试和写 一帝神道 无知空战 一带龙道 魔法 魔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拜科技知识 改在线上来进行自我充实精进 在疫情期间 云林道场规划了一系列 提升心灵正能量线上讲座 期望我们愿力再起 勇闯结观 提升心灵正能量 今天的课程题目是 向孟子学浩然正气 寄功佛佛在意志欲训文中有说到 疫病死欲命 端照寻人心 身心灵照应 浩然正气存 可见在此疫情期间 我们需善养浩然正气 以达身心灵健康 寄功佛佛 在孟子圣讯中 亦鼓励徒文们 积极存量浩然正气 没有邪为 不留杂质 让自信发挥纯净之美 充实有光辉 内心寥寥分明 善良浩然正气 不仅是有助于疫情的防疫 也是我们修办中的重要课题 那讲到浩然正气 大家马上联想到 便是孟子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 有一天跟孟老夫子对话的时候就提到 请问老师您擅长哪一方面呢 孟老夫子就说 我善于理解别人的言语 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 而浩然正气 若以现在的讲法 可解释为正大刚子的精神气节或气概 那如何来向孟子学浩然正气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学界 陈顺一讲师来做分享 陈讲师从学生时期就发信 投入道场修办 担任过台北中心大学伙师团 负责讲师 后来更担任云尼学界 中心道物组组长 在环科大任教期间 更被道场重用 借调担任新医院副院长 那陈讲师对经典多所研究 对孟子一书更是有深入的体会 在研究班传题时 总能深入浅出 让班员了解孟老夫子 想传达的理念与意涵 那现在我们就要邀请陈讲师 来与我们分享这堂课 向孟子学浩然正气 各位前贤 大家晚上好 后学战道天师德 老前前大德 以及各位典然师慈悲成全 今天晚上 后学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课题 就是一起过节观 向孟子学浩然正气 诚如刚刚超辞的蔡讲师所言 现在全球疫情还持续在蔓延当中 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身心灵方面能够照应自己 让自己能够安然地度过这个节观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以这个到7月31号晚上的统计为止 全球的这个疫情 目前的确诊人数 已经达到一亿九千七百多万人 也就是将近两亿的这样的一个人口 那如果以全球七十亿的人口来计算的话 那么可以说有将近百分之三的人口数 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确诊 然后更严重的是 死亡的人数 也高达了四百二十多万人 那么这个确诊人数呢 也骗及了全世界的五大洲 包括刚刚看到的亚洲 大洋洲 欧洲 非洲 以及美洲 还有中东地区 那这个以美国来看的话 你看那么确诊人数就高达了三千多万 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也是呢 可以说是一个灾结 上天 倒结并降 那这个灾结片极了全世界 这是全球前十大的染疫的国家 供各位前嫌人做参考 那所以这个 在这样一个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刻 既功活佛老师呢 在那个意之 欲 这是在2020年5月30号 台北崇德佛院 所批示的这个圣训当中 那就有提到 异病 使愈命 端照寻人心 身心灵照应 浩然正气存 明物本来一点妙 从自身来学之 强害生命 遭反扑 所以这样一个瘟疫 那造成了很多人的那个生命呢 因此而丧失 那他的端照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必须去探讨 他的根本关键的原因 那既功活佛老师慈悲告诉我们 人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尤其呢 如果我们要能够全面的照顾身心灵的话 那我们内心本来的那一点佛性 那一点真心 那一点浩然正气 一定要不断的扩充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过去来讲 众生因为无知 所强害的这个生命 可能很多很多 所以至于这个大自然 就反扑 造成了这个无尽的 这样的一个灾结 所以佛老师又批示了 那么这一段 可以说是非常的悲伤 如果我们用唱的 就是这样 无尽的 病痛悲悠 到不尽离别 活着泪流 潭水月转动 因果 岂不笑到 皆是摩 火佛老师 勘探 这世间 因为疫情 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 这个生离 死别 众生 是不是能够 借这个 最黑暗的时刻 能够来 省思 因果 到底是什么 那能不能够来体悟 目前呢 就是一个 道结病降 的这样一个时刻 那所谓 最黑暗的时刻 或许呢 也是 最光明的 时刻 所以当 无情的 灾结 分踏落在各地 众生都 无可躲避的时候 那如何能够 那么 以道 来晚化 这个世界 尤其是晚化 世界的人心 这是 我们大家应该 要共同 来面对 也是要共同 来提升的 现在我们就 来唱一下 这个太子 太子爷师兄 他所做的这首 《身形苦尽 吊祭春泥》 各位前行会唱的 可以跟着一起唱 无情的灾 切分 它落在各地 众生无处可脱避 天降大道 要求众生能安逸 你却不离不回忆 说是红尘美丽 要放弃 太可惜 为了满足 叹语 哭也愿意 迷悲众生自弃 怎知轮回的哭泣 灵心手记忆 后悔已经来不及 痛苦中的泪滴 滴滴缠回着过去 回眸时 已是百年之趣 所谓一失足 成千古恨 再回头 一百年生 我们如何能够翻身 凡身之急 一切未忘伴扬起 问福音音 该握紧 人生怎么 精彩灯烂成空影 又何必苦苦钻影 你要提起勇气 晴天驻散操机 修改自己脾气 你修可弃 弥媚终生自弃 怎知轮回的哭泣 灵心手记忆 后悔已经来不及 痛苦中的美的 滴滴缠回着过去 回眸时 已是百年之趣 这个太子爷师兄 提醒我们 目前三朝普渡 所以只有德性 只有修心养性 把自己的心念 把自己的念头 保持单纯 正心正念 让我们修行 愿客沉逢 从正宏来的 散草平静的园灵 等待修饰的牵引 剪红着人去 开窗白羊的奇迹 怨人呐喊响声 上雨 甚深迟轻盈于心底 任我们 释可错为倾艇 臂 弥媚中生自弃 尊致轮回的哭泣 灵心手记性 后悔已经来不及 痛哭中的泪滴 滴滴忏悔着过去 回眸时已是百年之举 回眸时已希望见光夕 太子言师兄 期许我们要以道来修炼 以道能够来让九弦七主能够沾光 最重要的是能够将道 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日用寻常当中 用道来提升自己 然后也来强大自己的正能量 我们就唱到这边 这个荧幕 刚刚太子言师兄 在歌词里面提到 天降大道 要救众生能安宜 那这也是孟子所讲的 这个叫做天下逆 原之已到 在天下的众生 都水生火热的时候 都逆水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逆水 是一个比喻 重点是在于 天下的众生的这个心 都已经献溺了 所以如何用道 来晚化人心 来救援众生 那这个是当今 可以说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以两千多年前 孟子所处的 这个战国时代来看的话 那当今世界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乱世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 身处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 那么各国之间 为了复国强兵 互相的 这个功伐 互相的 这个战争 然后众生过的日子 百姓过的生活呢 是非常的痛苦 是非常的水深火热的 如果用孟子的话来做比喻的话 他说这个众生 好像呢 这是叫做倒旋 所谓倒旋 就是把众生的脚 用一条绳子 这个绑起来 然后把它呢 倒挂在这个半空当中 这个叫做倒旋 所以这个比喻 那么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的苦 那所以孟子当时候的 这个理想与使命 他是要继承大禹 周公 以及孔老夫子等 这一些圣人的志向 希望能够拨乱反正 而且孟子他说 他愿意学习孔子 在那个各国的 这个纷乱当中 他要去周游列国 要去游说呢 这些各国的国君 希望他们可以实施 这个先王之道 也就是王道 的这个思想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够呢 施行人政 那么所谓人政 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养民 第二个就是要交民 那以台湾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 第一要顾肚子 第二要顾佛祖 希望他每一个人的身心灵 都能够全方位的照顾 那当然关键很重要就是在 那个人心 所以如果人心 分乱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会分乱 所以当时候 那么诸子百家当中 有很多的邪说 在孟子看来的话 这些邪说呢 都会影响到百姓的 那个人心 所以孟子希望能够 正人心 习邪说 拒搏行 放淫池 已成三圣者 所以孟子说 予起耗变灾 予不得已也 那以当今世界来看 举个例子来讲 在2003年的时候 美伊战争开打 美国跟伊拉克战争 开打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 那个中南部的学界 大专院校 那么有几十个学校 大概有三四百人 我们就聚集在彰化 那么开了一般中南部学界的 法会 在当时 这个孟公佛老师 借鞘灵坛 那么一到谈的时候 就说了 战争了 你们还来这开法会啊 老师说 现在美国跟伊拉克战争 已经开打了 你们还有那个美国时间 来坐在这里开法会 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说 身为孟公佛佛的弟子 佛佛老师是大技工 那各位就是小技工 那当现在世界在战争的时候 那你们还有空坐在这里 还不赶快去救劫 救难 那当然那时候 我们三四百个大专院校的大专生 在那里开法会 那当时候我们 等我们子弹打到那边 当然也就冷掉了 庆祭打到那边就冷掉了 所以当时候 这个超辞的典传师 马典传师 他很有智慧 他说老师慈悲 我们来这里开法会 是为了要祈求世界和平 这个佛佛老师一听 对果然是这个孟公佛佛的弟子 对世界和平 那佛佛老师就 这个应激收法 就因材施教 就问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说 那请问世界和平 要从哪里做起 那时候底下就有人回答说 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做起 老师慈悲就说很棒 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人所组成的 所以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起 这个很棒 那老师又进一步问 这个叫寻寻善诱 进一步问 那请问从每一个人身上 的什么地方做起 答案当然就呼之欲出了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佛佛老师当场就讲了两句 世界名言 叫做人心纷乱 世界就纷乱 人心和平 世界就和平 所以这个可以说呼应到我们的 道之宗旨里面提到的 我们是要往世界为清平 化人心为良善 继世界为大同 所以这个世界大同的核心跟关键 就在于每个人的人心 希望人心都能够化为良善 都能够回复到自己本身 善良光明的这个本性 那这个世界呢 才有大同跟和平的这个可能 那所以当时候孟子身处的 这个战国时代的乱世来讲的话 那么他要那个治国平天下 他要去拨乱反正 那很重要的是 他的志向是非常的宏远的 非常高远的这个理想 可以说是一个宏远 那要支持他能够完成他的宏远 那么很重要的 就是他必须要具备 所谓的浩然正气 所以我们这 接下来就是来分享 坚持道德志向 培养浩然正气 那么这个孟子的原文里面 就有一段话 孟子曰 持其志 勿抱其气 志一 则动气 气一则动志也 金服决者 屈者 是气也 而反动其心 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坚持 你的道德志向 你的理想 那你不要自暴自弃 那个气 你要永远维持着 那个正气 正能量 不要让那个气爆走了 不要让那个气消失了 那这个志跟气 两者之间 是会互相影响的 志一则动气 一就是专一 所以如果你的志向 很专一的话 那就会让你的 这个正气 也变得越来越充足 那另一方面 当你的正气 越来越充足的时候 那也能够支持 你的这一个道德的志向 能够走到最后的那个目标 所以这两者之间 是可以说是 那个互相影响的 所以假如说 如果你没有培养这个正气的话 金服 绝者 趋者 当你向目标 迈进 你的志向 你的目标 定在很高远的地方 那当你向这个目标 迈进的时候 万一你 这一个 绝就是跌倒了 或者趋就是说 你走得太快 走偏了 那这个 以现代人的话来讲 就是暴气了 那你这个暴气了的时候 你可能就赌气 然后你就不想走下去了 所以说会反动其心 就是说会反而 去动摇了你 原来那么美好的志向 所以说这个 浩然正气的培养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目前呢 刚好我们 那个日本 那个2020 东奥 这个东京奥运 正在进行 那很多的选手 他为了要 达到他的目标 他的这个正气 也是很重要 如果半途跌倒的话 他一样要再爬起来 积极地能够往前迈进 所以你看 这个每个人 从小到大 身边也还好 有我们的这个父母亲 长辈亲人和这个陪伴 尤其是 妈妈 上帝说 上帝没帮我照顾到 所以他就 让妈妈 照顾到 所以 在这个运动 选手中 或者 想说 这个滑雪 溜冰 当他 也有时候 希望 给他 再接再厉 继续 目标的 能够 再想进行 所以 能够 走到 这个 这个 世界的顶尖的舞台上 五颗 五颗 圆圈圈 运动场上 有最高的 重要的时候 能够 能够 完成 自向 跟 能够坚持 到最后能够 达标签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属于 那一份 你那个 赠颖量 以及 赠气 一直支持 然后 走到 最后能够 的光明的时候 能够跟 我们亲爱的 妈妈 一起拥抱 一起分享 我将这一份 荣耀 能够献给 妈妈 当然 你们到时候 还就会 可以把这一份 荣耀 献给 我们的生文 灵性的妈妈 也就是 这个上帝 或者是我们 道场讲的 这个老母 所以你看 孟子说 这个浩然正气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 以现代话 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字 就是 Do the right things 就是做对的事情 那么这个气 就是 Do the things right 就是把事情 做对 做完成 你做对的事情 然后再有 那个气 正气 支持你把 这个事情 能够做完成 那这样就 一百分了 那即使没有一百分 那么 取法呼上 谨得其中 那虽不重 义不原语 即使没有一百分的话 那也有个 八十分 那这样也是 很不错的 所以 孟子曰 我知言 我赡养 无浩然之气 所以孟子 要支持他 能够呢 去 游说 诸侯 能够呢 拨乱反正 所以孟子说 他的专长 就是 知言 知言就是 他知道呢 这一些 邪说 的言词 背后的 那个心 到底是什么 那 那才能够去 导正 人心 能够呢 去寻寻善诱 导正人心 所以 要培养 这个浩然正气 所谓浩然呢 就是 盛大 流行 之貌 这也等一下会 进一步解释 当然你很盛大 然后流行在 天地当中 达到一个 最高境界的话 那就会像 天地一样的 这个 自大 自刚 的这样的一种气 天地间的正气 所以他的这个 弟子 公生丑 就问老师说 请问 夫子 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那孟子曰 难言也 这个实在是 很难一言道尽 所以 其为气也 自大自刚 以直养 而无害 则晒于天地之间 这个气呢 如果我们 勉强来形容的话 它是天地之间 最强大 也是呢 最刚正 的一股 这个气 那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 都能够 指养 所谓 指养的话 那么 这个 用 六祖谈经 里面 慧能大师 的话来讲 他说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就是从你 最原始 那一颗 清静光明的本心 那直接 这个流露出来 那么一直 不断地 去做 这样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那到最后就会冲晒 在这个天地当中 那这个也像中庸里面 的第一句话讲的 这个叫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上天赋予 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灵明的本性 或者是佛性 那 如果我们能够依循着 顺着 这个灵明的本性 不断地去做 不断地去累积 那我们就会跟天地一样 这么自大自刚 的这个浩然正气 所以孟子说 其为气也配意与道 无事哪语 是极意所生者 非意习以而取之也 行有不欠于心 则哪语 那么这个浩然正气 它的前提 或者是配套 很重要 就是叫配意与道 你要搭配仁意 还要搭配着道德 也就是说 这个浩然正气的前提 那么就是你要以 那个道德仁义 为目标 或者是为 为志向 那你一直往这个目标 去培养 去做 去累积 这个叫极意 你所做 所为都要对得起 你的这个天理良心 所以这个是叫极意 就是你不断地累积 道德仁义的这个言行 然后就会越来越充实 就像一个气球 你一直不断地往里面 吹着道德仁义的气 那这一颗气球 就会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膨胀 这个叫极意而生 这个叫极气 就让你的这个浩然正气 越来越充足 乃至于到最后充塞在整个天地当中 所以这个叫极意所生 那什么叫异习呢 异习就是你偷袭了仁义 就是你自己本身或许不知道仁义 那你只知道为了自己个人的名利富贵 然后你假仁义之名 假仁义之名 然后行这个自私自利 知识 那个这个就叫异习 也就是你偷袭了仁义 然后只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众生 如果你全然大功无私的 都是为了百姓众生去做 那个叫极意所生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 而假借仁义之名 那个叫异习 那样的话你会对自己的 如果你只是假借仁义之名 那你会于自己的心有所亏 所以叫行有不欠于心 欠就是满足 所以不欠就是不足 不足就是有亏 对你自己的天理良心 有所亏欠的时候 那你这个气就会一直越来越减少 甚至到最后消失了 所以叫做气馁 气馁 所以我们常鼓励人家说 你不要气馁 你就是要不断的往前 这个迈进 所以从孟子 那么这一段名言当中 各位前嫌 后学就来学习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从几个面向 来分享孟子的浩然正气 那么向孟子学浩然正气的第一点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浩然正气的前提或者是配套 就是要道德跟仁义 配益与道 那孟子自己本身 在他的书里面也提醒读书人 或修行人很重要 叫四上智 那么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 他很重要就是 他要高尚他的智节 所以孟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你如果行仁义的志向 立志要行仁义 当你遇到困穷的时候 这个叫穷不失意 当你碰到通达的时候 你要达不离到 也就是穷要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这个话我们也是常常听 甚至也常常讲 那当你很困穷的时候 当你不得志的时候 那你还是要守住自己 不要就像那个伦理里面讲 穷施烂理 就是你就无所不做了 那个无恶不做 就开始迷失自己 就开始放肆自己 就开始胡作非为 就是不要这样 你还是要守住自己的那一个道德的操守 那当你很通达的时候 就是你有得志的时候 在古时候来讲 就是你有那一个位置 尤其是有官位 或者是爵位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是要行人证 要把这个恩责能够 加诸于这个百姓 要能够那么奸善天下 那我们先佛慈悲 就是告诉我们 在富裕的时候 在富裕的时候 要能够行人又不得 在困顿的时候 要能够守住自己 我们学习来唱一下这一首歌 这一首歌是 1998年在苗栗观音宫 先佛慈悲所调记的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会唱的前行 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唱 每个人都为了荣华富贵而追求 追到青春岁月都过了 难道还不够 其实命力安排的欢乐 怎能长久 即使回头的人能真正解脱 每个人都知道 世界一切不能带走 可是依旧盲目的迷恋和执着 即使眼前的美景 也只是海市深楼 是否能够 见见见见什么都不迷惑 在你富裕的时候 有没有信任又不得 在得失的关头 生与凡是否能接着 在困顿的时候 能不能无缘悠悠 在明城离旧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看透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真正的快乐是无求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真正的拥有 是舍得 好 谢谢 好 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投影片 好 所以在你富裕的时候 是不是有行人又不得 在困顿的时候 是不是无缘又无由 继续修道 继续修身献于事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分享的像孟子 学浩然正气的第二点 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浩然之气的样态 说是他的形态 是自大自刚 是充塞在天地当中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一个 最高境界的时候 那我们是会跟宇宙天地之间 最强大的这个正能量 那么也就是大到一样的 与天地合其得 与天地合其得 与日月能够合其光明的 这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看 创世之初 这圣经里面也有讲到 太初有道 道就是上帝 万物都是借着他创造的 所以宇宙天地之间 一股无形的 最强大的这个power 就存在天地当中 也在每一个人身上 在光明当中 大到无形的生育宣定 大到无形的并且力量 大到无形的并且力量 大到无形的光明 光明当中 一股能量 也是看你能不能够善用它 能够运用这一股光明的能量 能够能够能够成就自己 甚至能够感变这个世界 全世界最强大的正能量 那么也就是一言以蔽之叫做道 所以这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很夯 前两天 把这个 这个就是举重的这个女神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郭姓纯 他在奥运的舞台上 他举起了 这一个奥运的金牌 所以如果他 向着这个奥运 金牌这是他的目标 然后他把它举起来 这个是目标 但是一直支持他 能够举重成功 得到世界金牌的 这一股气 那当然就是一股 这个正气 或者是更 达到一个极致 巅峰来讲的话 就是孟子讲的 浩然正气 所以 无论是在道场上也好 或者是在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浩然正气 如何 像孟子所讲的 到最后能够达到 自大 自刚 这是因为有道 所以我们能够 慈悲喜舍 一如往昔 因为有道 所以我们可以 传真理 可以缔造奇迹 因为有道 众生得以脱离苦海 因为有道 我们这一生 能够修半 修到半道 能够往自己的 这个愿力来迈进 能够报恩了愿 因为有道 所以在危难当中 我们能够担起 这个神圣的使命 到最后能够 成就自己 也成就这个众生 因为有道 所以我们能够 在修半当中 能够坚持志向 坚持到底 那也能够有很多的 这个志同道合的 这些朋友 能够一起共同 所以我们不再估计 因为有道 修半 可保 能够身心灵 都能够保持的 非常的良好 因为有道 所以我老师也祝福 大家都能够 身心灵能够平安 能够安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分享的 这个第三点 就是孟子 浩然正气里面 所讲的 那么养浩然正气的方法 就是要直养 刚刚也有讲了 直直的 就是顺着你的 这个本性 那把他 这个行出来 做出来 所以孟子的书里面 就另外一句话 讲 由人一行 非行人一也 所谓由人一行 是由你 自己本身的 这个本性 所具有的 人一理智 孟子叫做事端 所以所谓的 这个测饮之心 人之端也 修物之心 意之端也 慈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自之端也 所以每个人都有 人意理智 这个叫事端 不是我们看到的 某一个新闻的主播 那个叫理事端 Everybody have事端 不是只有 那个理事端 有事端而已 所以只要我们从 内在的 本质具足的 这个人意理智的事端 我们把它行出来 这个叫由人一行 这是由内而外 行出来的 或者是叫做扩充 我们把这些端点 一直不断的扩充 去做 就越累积越多 越累积越大 所以这个叫极翼 极翼所生 刚刚有比喻 就像那个气球 你一口气一口气 慢慢的吹 那就会越吹 让气球越来越大 这个是日记月累的 功夫哦 不是一处可 可击的 所以孟子说 你不要害他 不要去压苗助长 不要说 你是 从外面知道 说那个 行人意 可以得到好人 好事代表 对自己有利 你才勉强去做 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叫做压苗助长 这样会反而害了你 为什么害了你 因为你会对自己的良心 有所亏欠 所以你一定要从自己内在的 这个仁义之心 然后把它 这个行出来 这个叫 由仁义行 而不是知道仁义很好 那你才勉强的去做 这个叫做 行仁义 所以虽然 那个字句看起来 很像 但是 插之豪梨 谬以千里 所以这个 各位前贤 我们自己本身 不得不小心 所以孟子说 行一不易 杀一不孤而得天下 皆不为也 凡是对自己的天理良心 有所亏欠的时候 那绝对不会去做 那当然 以当时候 那个战国时代 有时候那些诸侯 国君 他们会假借 行仁义之名 其实重点是 要复国强兵 要扩充自己的 这个领土 所以有时候就会 杀一无辜 就会把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透过战争 而让无辜的老百姓 生命跟财产 受到伤害 所以孟子他 就去劝劝 那个君王的时候 就比喻 说 那个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既然君王 你有不忍动物的心 那 既然你看到 那个羊 经过你的面前 要被宰杀的时候 那你看到羊 活生生的 活蹦乱跳的样子 那你不忍心 看到他被杀死 那个哀嚎 那个凄惨 所以你就 叫你的部下 刚刚讲错 不忍心看到牛 要被杀死 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就 叫你的部下 用羊 来换牛 所以 这个孟子说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食其肉 所以可见 每一个人都有 这样的一种 不忍人之心 也就是慈悲心 也就是孟子 所讲的人意之心 每一个人都有 只不过是 有些迷失了 到最后会为了自己的 口腹之欲 迷失了自己的慈悲心 就好比 那个后学呢 在学校里面 就是有一位同事 那去年 在学校 碰到这位同事 他姓王 王 我们都称呼他王董 因为他体态呢 长得非常的 这个 风圆 所以我们就 称 称他为王董 所以去年 在这个学校 校园里面 碰到王董 后学又跟他说 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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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最近好吗 他说 最近不错 后学就说 我们中午一起去 吃个饭好吗 他就说 好是好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我 我 我 如果 不吃肉 会死 因为他知道 后学吃素 所以他就说 他不吃肉 会死 那这个事情 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 这种平常的 修为来讲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 因为吃一餐饭 而让同事 遭遇这样的下场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那个午餐的约会 当然也就 没有成功 那光阴事件 岁月如说 又过了一年 又今年又在校园里面 碰到 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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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最近好吗 王董说 最近 不太好 怎么了 最近去做身体健康检查 那结果出来 很多的 红质 不该高的地方 都很高 该低的地方 都低不下来 所以医生 就告诉我说 你如果再吃肉 会死 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 那些高血压 高血脂 高脂肪 能够慢慢的降下来 所以 这个 真的 这个世间 是很无常的 去年 不吃肉 会死 今年 再吃肉 会死 只差一个字而已 所以你看 这个信念一转变 所以我这个同事 他就 非常欢喜的 这一次 他就很心甘情愿的 说我们一起 去吃素 因为医生也 告诉他 要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所以各位前贤 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 一个慈悲心 跟仁慈 仁义之心 只是说 你为了自己的 口腹之欲望 而忘却了 所以这个 祭公佛老师 慈悲 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能够 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要返求诸己 你看 抑灾考验 是否反省自己 自责 有智慧的人 就要 趁这个机会 要醒觉 不要再颠倒错乱了 所以你看 慈悲 掌养 好气腺 如素 安康 睡 绵延 所以你看 吃素 很好啊 能够让身体健康 平安 能够活久一点 活得年岁 能够延绵 休养 自心 不慌乱 当今就诊智慧天 所以提升自己的智慧 信仰 忠心 道尊贵 三宝 心法 正道宣 接这个机会 在家里 那也透过 那么 这个 视讯 多分享 那个三宝 心法 多分享 这些道 的正能量 所以 以这个 七百多年前 南宋 的那个 文天祥 为例的话 当时候 他 被关在那个狱 牢狱当中 他做了这一首 那么正气歌 到现在传颂千古 他说 天地 有正气 扎然 复流行 下则为何月 上则为日星 于人 约 浩然 佩乎 色昌明 跟孟子讲的一样 你是充沛在 整个宇宙天地当中 黄鹿当青 以寒河土 鸣亭 当天下太平的时候 那你要 达折 尖善天下 十穷 减乃线 一一垂 丹青 可是当时局 困穷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 坚持住自己的 道义的 本心 而不要忘识的 忘却的 而放肆的 所以 久而久之 那你这个 士气所磅礴 领裂 忘骨存 就像文天祥这样 一直到现在 所以佛博老师 告诉我们 你看困难当中 更是考验 图的心智 是真 是假 所谓实穷 解乃线 当有困穷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 那一颗心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所以希望 图尔能够抱持着 对道的信心 好好的在道场当中 学习付出 好好面对 生命当中的 顺境跟逆境 永远不要放弃 得来不易的 宝贵生命 物命在世间 值不值得 同样都是 一命 同样我们跟万物 都是上帝 所创造的 所以何人 为了口腹之欲 来残害众生 残害物命 所以徒儿们 好好地想想 同理心 在世界 搭起一座 稳固的桥梁 让佛堂 的一道一道的 慈悲的光芒 能够普照全世界 所以在这样一个 艰困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守护 这一盏新灯 让徒儿的这一盏新灯 甚至能够传递 能够会命 能够传递 所以因为有道 感谢天恩师德 所以希望我们 这一个圣月 能够延绵 能够万代不朽 师徒一起 攜手同心 度过难关 也一起创造 这个奇迹 第一四点 要分享的是 浩然之气的效应 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力 就是能够让自己 不动摇自己的心智 不动摇自己的道德 理想跟志向 到最后能够达到 那么成圣成贤的目标 所以孟子曰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以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 住在天下最宽广的豪宅 就是仁义的人 立站立在天下最正的位置 就是道理的理 或者是理节的理 行天下之大道 道就是道义的义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得志 如果有那个位置 我们就跟着我们周遭的这些众生 一起来共同走这一条宽广的人意 道德的大道 那如果我们不得志困穷的时候 那我们也能够独行其道 无论是困穷 或者是通达 那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就是我们都能够在任何的环境 时空当中 我们都能够坚持 我们的志向跟理想 一直到最后 懒得呼吸的那一刻为止 那这个就是大丈夫 所以你看我们以孟子为例 孟子他以孔子为目标 乃所愿 哲学孔子也 孔子是至圣 那孟子他自己也成就了亚圣 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文天祥 他也配享圣庙 就是孔庙 所以佛佛老师慈悲 告诉我们要念之在之 我们都要以圣贤的这个胸怀 就是忠孝仁义 我们都要念之在之 不要有一丝的这个保留 也不要有一点点的私心 更不要半途而废 希望我们都能够尽心竭力的 到最后能够报答天恩施德 那这也是观圣帝君 在那个今年 我们全省的这个谈主班里面 的一段话 观圣帝君慈悲 说谈主真诚心 除了诚心还要如何 大声回答 我们就说要发心了愿 发心 因为发心你才能够诚心 然而诚心之外 你更要守中尽义 为什么要守中 一个人如果连忠都做不好 那你如何指望 他可以将义行出来呢 所以忠义忠义 所以修行人 人人发心 修道办道 考验道的 你退缩 这又如何可以报恩了愿呢 所以守中 是要忠于天地 天地之道 忠于老母 那你就要报恩 报恩就是你要行功利得 要担起责任 担起责任 才可以真正的救度众生 担起责任 你才可以将天道 人道来圆满 甚至能够将它 分享到我们周遭的众生 活博老师慈悲 也告诉我们 要以坚弱磐石的信念 精进来办到 磐石就是不动 就是要击固本劳 根深缘后 不因富贵而云 不因威武而屈 不因贫贱而移 真修道人 方与如此坚定不移的道念 修道半道真诚一念 恒心壮志 效仿古圣先贤 立志向精进半道 好比孔老夫子 十七年周遥列国 好比地藏王菩萨 地域不空 世不成佛 这样的一种度世的决心 凭着愿力 护持着道念 精存一片 报恩了愿 我们才不辜负上天 这样的一种恩典 天恩施德 所以如果我们在 以孟子圣训 里面的信中信 来做一个结尾的话 那孟子在信文当中 也告诉我们 你看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淫 威武更不能欺 贯彻天地 天上地下之正气 令人肃然起敬 日月般光耀在这人世间 其心可亲 其仪可配 无师真诚的精神 是大丈夫 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现 则得以名垂千古 流放万事 做典范 这就好比不休息菩萨 慈悲勉力 我们即使是那么穷途末路 即使是高官厚禄 即使是枪林淡雨 即使是心胆剧烈 即使是天崩地裂 那我们都不能够改变 我们向道的这一份志向 我们最后就来一起 把我们留意 这个 不休息菩萨 即使是 做的 这一首 就是修道人的志节 一样各位请行 把他唱的 一起 唱这首 修道人的 志节 在行中校结义 人道 为天道 的基础 跟书女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修天道 从人道 做起 坚守人意道德 一直到最后 虽不重 亦不原意 我相信 一心真诚 秉持 忠义 忠得道 长去 动声 传声 永续 我相信 只有付出 才是真 修的人 空城大局 走过眼前 莫不及 我相信 各个守住 自己的原理 忠孝千 一人道 为本 天道 知己 我相信 道化 家庭 任人 做 各君子 当尝万国 就就 生生 永无息 不去 失败 得 动荡 无畏 失责 云 因 畏 一身 出事 战战 敬礼 尚 我ую 我们 不能 是 早 日 我 我 输 我 云 从 脚 把 好 宇 噔 什么 伤 手 担 开 参举烈 已不见无心 天崩地烈 已无灭无怨 当求的万物是 美名 所以不休息菩萨 慈悲勉令我们修道人 不求何物 若只求天下众生的平安 求只求提升心境 求只求委屈自己 圆满别人 圆满十方 委屈求全 功成福基 虽然不居功 到最后一年 还是能够成就自己 继续来唱 我相信 一心真正 平持 忠义 忠得到 常去 忠诚 传承 永续 我相信 只有付出 才是真 修的人 忠诚大 不愿意 走过眼前 我妒忌 我相信 各个守住 自己的远离 忠孝节 一人到尾本 点到知己 我相信 到华家庭 任人 做个君子 到转万国 舅舅 生生 永不息 不惧是态的 动荡 不畏是 终于 隐位 以身处 是 战战 静静 忠不没路 已不该 无知 抢灵战予 已不回 无知 到关后路 无灭无息 心灯俱烈 已不见无息 人梦灭烈 已无灭无怨 但旧的 万无知 美明 忠不没路 已不该 无知 将冰战予 已不回 无声 抱怀战予 无不回 无不回 无心 心灯俱烈 已不见无心 心灯俱烈 天崩烈 已不灭无怨 无远 万秋的 万古之 美明 好 以上是 不休息菩萨 慈悲的 修道人的 自解 这个也跟 我们以上 所分享的 这个孟子的 这个 浩然正气 前后 呼应 所以以上后学就分享到这边 祝福各位前贤能够一经人手 能够福慧圆满 道成天上名流人间 就像不休息菩萨所慈悲的 求得望谷之美名 讲不圆满的地方 叩求先佛慈悲赦罪 大家一起多包涵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感谢陈讲师以上 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那从陈讲师的分享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浩然正气 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这个本心 这个真诚 把它发挥出来 那配合这个道德人力 这是我们道场一直在讲 叫道成人力 慢慢的累积累积累积 那终究可以充舍天地之间 那其实我们从 我们老前人前人的修办精神 他的形容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能看得到这个浩然正气的展现 那老前人的这个心仪 前人 你看这个国内外道物这么忙碌 那展现出来 就是一股浩然正气 那值得我们这个后学来学习 那尤其今年 这个官圣帝君奉命来考核我们冲德道场 那官圣帝君他展现出来 就是这个忠义之心 忠义精神 忠于这个道场 忠于众生 忠于自己的愿力 忠于上天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也是这个忠义精神 也是我们这个浩然正气的展现 另外一个就是号召令 当我们在 骑送这个号召令的时候 冥冥之中 我们这个浩然正气 也有就是从我们自身里面 把它这个展现出来 所以 我们很感谢 陈讲师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 秉持着这个忠义精神 愿力表天 然后立愿了愿 这个浩然正气 必然长存 最后展现出来就是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感谢陈讲师 来跟我们分享 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时间 那我们都可以 汉养耗养我们的这个 浩然正气 善养浩然正气 这个愿力再起 可以度过这个疫情 度过这个接关 甚至可以帮忙更多人 帮忙我们周遭的人 度过这个节关 让他们的身心都能安定下来 都能祥和下来 那最后呢 感谢我们各位典型师 前选的参与 那在这边先预告一下 我们下一堂课 这个正能量的课程 是我们八月 题目是 话关音 这是我们感谢学队 刘典型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以上 我们谢谢各位前选 大家晚安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